事件发生于昨天中午12点左右 在皇后区Shortfront Parkway靠近102街 几名警员同时响应了附近居民的911紧急求助电话 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女子身上重刀倒在草地上 随后警方又发现一名迟到男子在公寓内 据了解该男子是伤者的弟弟 警方迅速与该男子展开对峙并让他放弃武器 警方表示该男子再三不愿放弃武器并向纽约市警方走来 警方只得开枪射击使该男子不得有过激暴力行为 纽约警察局局长特伦斯蒙纳汉表示 该迟到男子有着心理疾病病史曾在医院住院治疗 周五刚刚从医院出院 有附近居民表示这个社区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但这种事情每天都会在世界各地发生 只是没想到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碰到 警方目前已经找了在监控录像中行凶的凶器 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继纽约大都会运输署斥资5.73亿元准备换用电子刷票系统后 纽约市地铁又陷入了一场与政府官员的政治拔河战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主席约翰·萨米尔森表示 修缮地铁的工人们每天都是晚上10点开始工作 直到早上5点收工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看到 据了解自今年7月起 MTA在地铁行动计划下雇佣了额外的750人 以减少夏季发生的及其严重延误事件 这些新员工使MTA能频繁地修复轨道 信号问题和地铁车厢清洁 并清除轨道上的垃圾 MTA主席表示 雇佣额外的员工虽然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 但是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 更好的方法应当在同一时间段内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样才能有效率地完成工作 纽约市运输署署长表示 这些预算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预算不够 我们只能优先完善紧急问题 市长白思豪与州长库默对于资金问题有不同的建议 市长白思豪在本星期 草拟了一项征收富人税的法案 以补偿MTA的运营和维修费用 据报道 新的增税方案针对的是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 以及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夫妻 预计将影响全市32,000个报税个体 占全纽约人口的不到1% 但该草案遭到州长库默的拒绝 州长库默上月提出了一项征收摩托车过桥费的草案 但也被市长白思豪拒绝 MTA本周表示 如果纽约市不再提供额外的资金 那么MTA将暂缓对一些设施的维修 这就可能会造成纽约地铁再次瘫痪的惨剧 周二晚上 数万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曼哈顿万圣节游行 几个小时之前 在曼哈顿下城 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皮卡冲入自行车道 造成至少8人死亡 十几人受伤 袭击发生后 从游行路线上撤离了几辆花车 不少民众担心游行是否会按计划进行 纽约市万圣节游行有44年历史 唯一一次被取消是5年前飓风桑迪登陆之后 但最终游行如期举行 市长白思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座城市的人民坚韧不拔 我们不会因恐袭而改变自己 我们不会因为恐怖分子的破坏 而改变我们所主张的一切 如果我们因此而改变 那正是恐怖分子想要看到的 州长安德鲁·库默在接受采访时说 今天成千上万的人用实际行动 告诉恐怖组织 他们赢不了 许多参与游行的民众表示 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参加纽约的传统节日活动 警方称监控录像显示三名男子 于8月15日进入塞浦里斯山公墓 并在50多个墓碑上涂上了反亚洲的侮辱词汇 同时破坏了灵墓内的一些墓穴 三人因亵渎死者正面临仇恨犯罪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 马克 巴兰科斯 布鲁诺 卡马乔和爱德华 艾夫塞耶夫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 调查人员称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21岁 根据城市人权委员会的声明 从今天开始 纽约市的雇主禁止向求职者 或他们的现任或前任雇主 询问他们以前的收入或福利 今年4月通过的新法律 还禁止雇主搜索公共记录 以了解申请人的当前或先前的补偿 或依赖于这些信息来设定薪酬 然而企业可能会询问应聘者的薪资预期 并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 询问应聘者的薪资水平 并考虑当前或之前的收入或福利 纽约市全美第一个实施该禁令的城市 试图利用这一策略来减少薪酬歧视 支持者表示 这是为妇女和有色人种 争取男女平等的重要一步 为此纽约市人权委员会发起了一项运动 旨在帮助求职者和雇主 了解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该禁令最初在禁酒令期间通过 目的是用来规范地下酒吧和爵士酒吧的 一位受访市民表示 大概在十几年前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家酒吧里喝酒 跳舞庆祝 然后被告知因为有夜场禁令 我们不能在酒吧里跳舞 这实在是太滑稽了 另一受访市民表示 我觉得应该废除它 因为这会给酒吧带来更多的生意 在纽约市的两万多家酒吧和餐馆中 只有不到100家持有免禁令执照 负责这项错失的布鲁克林市议员拉菲尔说 该禁令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针对特定的社区 他说我们一般认为 这项禁令对有色人种社区LGBTQ社区造成了负面影响 我们应该考虑废除它 一旦市长白丝毫签署这项法案 预计在未来30天内 该禁令将被正式废除 纽约市议会交通委员会主席 罗德里格兹主持了此次的会议 今年9月的法拉盛大巴车祸案中 涉案的大里巴士公司司机曾有不良驾驶记录 两年前就被大都会劫运署MTA辞退 案发时 他以两倍于限速的速度超速行驶 不仅如此 他还并不是该巴士公司的注册司机 而该巴士公司也是赫赫有名的死亡巴士 由此可以看出 当前法律在监管私人巴士公司管理和运行方面存在许多漏洞 急需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本次公听会的重点在于加强对私人巴士运输 停靠和包车服务等方面的监管 市议员陈倩文表示 部分不守规矩的公司带坏了整体的行业素质 他希望通过加大对违规长巴的管理力度 重塑行业标准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怎么去让这些公司尽量的他们要守规矩 因为这个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长巴的行业对我们写生来说也是很重要 可是有很多这个巴士公司他们没有去专守这些法律 所以这个是影响了这个长巴的行业 因为很多的居民投诉啊或者是他们也很多也给警察抄牌啊 可是有一些好的长巴公司我们要继续支持 可是那些不守悲剧的话 他们会尽量去改善 市议员顾雅明表示 市府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并教育乘客 才能使情况得到完善 所以市场他们呢就做没有enforcement 需要做的事情就做 因为有很多巴士是水平停的 有些去独乘的巴士 他们都不管了 就是在哪里 影响交通 纽约斯达拉斯 拉斯拉在路上啊 我们都不是反对这个Tradar巴士 反对Casminar巴士 主要他们要做这个豪轮珠 你停在哪里 安分分分 应该停在哪里 不就是这个房门地方停在哪里 我们要鼓励 他要告诉乘客 不就是拉斯拉在我们路上 市交通局交通计划管理处 Special Projects for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处长Alex Keating表示 当前的乘际巴士行驶路线和停靠站点 由市交通局制定 并由市警进行监管 交通局愿意和市警配合完善监管制度 メ in要la 按说善监管制度 今年咱两尺 才可以 三尺 六尺 海